众说蓝潭风云,帮你解读最新的NBA消息,太双标了,确认禁止汤普森加盟,汤普森已经去巴哈马南篮训练营了,感觉他为巴哈马南篮打球,比效力美国南篮时还要兴奋呢。 汤普森的父亲是巴哈马人,所以他一直有着强烈为巴哈马南篮效力的想法。 接下来,巴哈马南篮将前往西班牙,身家巴黎奥运会落选赛。 巴哈马南篮被分到西班牙瓦伦西亚赛区B组,对手芬兰和波兰,A组对手则是黎巴嫩、安哥拉与西班牙。 每个赛区只有一个晋级奥运会的名额,竞争相当之激烈残酷。 不过巴哈马南篮若能组成哥登加西尔德加汤普森加莫布里加艾顿的全NBA首发阵容, 李德担任超级第六人,所有人都看好他们能在巴黎奥运会落选赛西班牙瓦伦西亚赛区脱颖而出。 但很可惜,至少今年夏天注定看不到汤普森身披巴哈马南篮的战袍。 因为早年前,汤普森为美国南篮出战过FIBA比赛,包括14年世界杯和16年奥运会。 那按照规定,汤普森必须先得到美国篮鞋以及FIBA的认可,才能为巴哈马南篮效力。 然而最新消息是,美国篮鞋不允许汤普森为巴哈马南篮打球,即使后者愿意承担所有风险,话说美国篮鞋够双标的, 哥登以前同样为美国南篮打过球,可他就能被允许成为巴哈马南篮的一员,轮到汤普森这里却不行了。 只能理解成,汤普森名气太大,如果让他背叛美国南篮会造成比较广泛的影响力,同时可能还会使其他NBA本土球星纷纷效仿,从而一发不可收拾。 不为巴哈马南篮效力,只参加训练营过过瘾也好,毕竟汤普森眼前当务之急是自己的合同问题。 ESPN铭记透露,勇士已经向汤普森提供了一份两年续约合同,金额多少尚不得知。 但看到新合同为期只有两年,就知道勇士还是没有多大兴趣留下汤普森。 据此前的报道,汤普森要的是至少为期三年的新合同。 薪资刻意不一定非得顶薪,但合同年限一定要长。 这大概率是汤普森球员生涯最后一份合同,年限越长将来越有保障。 在理论上,汤普森有资格最多能和勇士签下4年2.21亿美元,可显然不可能。 他本人对此也有着自知之明,于是其退了一步对霍勒迪士合同很感兴趣。 但又很显然,勇士不会给汤普森4年1.35亿美元,他的潜在新下家们大概率也不会给。 可有的球队,愿意满足汤普森对新合同至少为期三年的要求。 比尔记者本月中旬表示,魔术可以报价汤普森3年8190万美元, 远好于勇士曾提供的两年4800万美元提前续约合同。 总之,从目前种种迹象来看,汤普森离开勇士的可能性只增不减。 共同建立勇士王朝的酷追汤三驾马车,成为历史的步伐越发接近。 尽管NBA作为商业联盟,向来人来人往,分分合合正常不过的事, 但十几年并肩作战的情谊难以轻易分割。 随着时间的推移,NBA自由球员市场还有差不多两周不到的时间就将拉开序幕。 尽管全新的劳资协议规定管理层可以和自己球队的自由球员提前接触, 理论上在总决赛结束之后,他们就可以提前和自己队内的自由球员重新完成签约。 然而,截至目前,并没有哪支球队和哪名球员真正达成签约, 看起来,那些合同到期的球员都希望在自由球员市场上看看自身的价值, 球队也是希望用更高性价比的合同引进一些更合适的球员。 那些合同到期的球员还没有决定自己的未来, 而一些手握球员选项的球员却纷纷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这不,勇士替补后卫加力佩德二世也提前做出了决定, 根据NBA记者安德森的报道,消息人士透露, 小佩顿已经选择执行下赛季价值91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 他不仅将回到勇士的阵容当中, 而且在这次的休赛期,小佩顿甚至有资格和勇士就提前续约合同进行谈判。 然而,和克兰、卢尼、维金斯这些球员差不多, 小佩顿的价值也迎来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尽管他在场上的效果还不错, 可伤病成了小佩顿挥之不去的阴影。 本赛季,小佩顿在15.5分钟的出场时间内, 他场均可以贡献5.5分2.6篮板,1.1助攻0.9, 抢断0.4盖帽,三分命中率36.4%。 与此同时,当小佩顿和库里共同搭档出场时, 勇士的攻防效率都不错, 特别是防守端,小佩顿的能力依旧在线。 但他的问题也很明显, 小佩顿没办法让自己长时间保持健康。 整个赛季,小佩顿一共只为勇士出战了44场常规赛, 他的出勤率刚好超过50%, 这对于任何球员来讲都是一个很尴尬的数字。 如果无法保证健康的话, 即便场上的作用再强, 也配不上相应的合同。 小佩顿可以说是人生赢家, 作为一名长期混迹发展联盟的落选秀, 小佩顿这种不会组织, 不会投篮的内线型后卫, 他在任何球队都无法找到自己的定位, 但在自己30岁的时候, 小佩顿的角色被勇士给找到了。 跟随勇士夺冠之后, 小佩顿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大合同, 他拒绝了勇士匠心的提议, 和开拓者签下了一份三年2800美元的大合同。 而在这份合同的第一年, 小佩顿就被开拓者送回了勇士, 尽管他因伤长期缺席给他带去了一些负面的评价, 但能拿大合同, 还能继续效力勇士, 小佩顿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 然而, 小佩顿回归勇士的这笔运作, 却成了勇士这些年众多败笔当中的一笔。 回归勇士之后, 小佩顿一直处于打打停停的状态, 两个赛季加起来, 他一共只为勇士打了50一场常规赛。 尽管他的整体效果还可以, 但是明显他和勇士夺冠赛季的个人效率相比, 已经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了。 更何况, 小佩顿一直被伤病缠身, 他下赛季乃至未来的健康已经成了一个隐患, 没有人能保证他一个赛季能打多少场常规赛, 如此不稳定的角色球员在阵容当中进进出出, 这对任何球队的化学反应都是一个负面影响。 而且, 从小佩顿执行球员选项就可以看出, 他不值这个价。 现在的NBA, 一家合同满天飞, 打得好一点的底薪球员要签中产特例, 中产特例的要追求千万年薪, 甚至很多二流全明星都去追求超级顶薪合同了。 实话实说, 如果小佩顿值得910万, 他跳出合同, 随便签千千万级别的合同。 很明显, 如果他不执行这份合同的话, 不管是否留在勇士, 小佩顿下赛季的薪水都会迎来一定幅度的下滑。 而当初为了换回小佩顿, 勇士花了足足五个次轮选秀权。 尽管次轮签和首轮没得比, 甚至可以说不值钱, 但以勇士的培养人才方式来看, 这仍让人感到沮丧。 原本勇士用怀斯曼换回五个次轮签, 这笔交易看起来还不错, 结果他们转手就拿这些选秀权换回了小佩顿。 现在看来, 这和勇士给普尔大合同, 以及其他很多现在看起来亏本的买卖一样, 是绝对的败笔。 站在小佩顿的角度, 他肯定是想要留在勇士的, 不过勇士面临着清算, 他执行球员选项之后, 合同性价比降低, 小佩顿并不能确定一定不会被交易。 在篮球的世界里, 球员排名总是一个热门话题, 尤其是当这个话题由一位篮球巨星亲自发起时, 更是能激起无数球迷的热烈讨论。 近日, NBA球星斯蒂芬, 库里在自家制作的播客节目, Heat Check中, 分享了自己对同时代前五球员的看法, 这一举动无疑在篮球迷中掀起了波澜。 库里在节目中表示, 自2009年进入联盟以来, 他所经历的时代是两个篮球时代的交接点, 后卫的角色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被问及自己心中的同时代前五球员时, 库里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勒布朗詹姆斯, 凯文杜兰特, 卡怀伦纳德, 自己, 以及詹姆斯哈登。 这份名单已经公布, 立即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有人认为, 库里的选择十分合理, 这五位球员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无疑对NBA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詹姆斯和杜兰特作为联盟的领军人物, 他们的统治力和影响力是无可置疑的。 而伦纳德, 尽管在马斯时期相对低调, 但他的全面性和攻防两端的统治力, 让他成为了联盟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然而, 对于哈登的入选, 部分网友持有不同意见。 他们认为, 哈登虽然在常规赛, 有着惊人的表现, 但在季后赛中的表现并不稳定, 尤其是在关键时刻的掉链子, 让人对他的实力产生了质疑。 但库里对哈登的评价显然更高, 毕竟哈登的进攻能力是联盟顶级的, 即使在面对巅峰勇士时, 哈登也展现了他的强大。 库里的选择, 也引发了一些有趣的讨论, 比如, 有球迷提出, 是否应该用字母哥替换哈登。 字母哥近年来的表现确实令人瞩目, 他不仅拥有MVP级别的能力, 还有着出色的身体素质和全面的技能。 但库里选择哈登, 可能更多是基于两人之间的竞争和相互尊重。 这份名单的争议, 实际上也反映了篮球迷对于球员评价的多样性。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goat, 也有自己心中的前五球员。 除了球员的实力和战绩之外, 个人的主观感受也会影响这份名单的构成。 库里的选择, 无疑是基于他个人的观点和偏好, 而这也正是篮球文化的一部分。 篮球是一项团队运动, 每位球员都有其独特的贡献和价值。 库里的这份名单, 虽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看法, 但它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 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不同球员的特点和影响力。 无论是詹姆斯的全面统治, 杜兰特的得分能力, 伦纳德的攻防两端, 还是哈登的进攻天赋, 甚至是库里自己的卓越表现, 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 为篮球这项运动增添了无限的魅力。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兄弟们大力支持, 最后千万别忘了给球也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